天氣之後,繼續音樂昇華的時間 直播室內除了有小麥之外,今天來了一位帥哥的歌手 這位是誰,我相信大家看我的預告都知道 我不是關節了,Asuka 張慈豪,你好 Asuka Hello 快點上來,新城廣播有限公司的Facebook專頁 或者Alfred Mac 麥卓華的Facebook專頁 都有這一條直播 Asuka,終於派歌了 是,忙了都一直忙 你好像做完聖蒙之後這兩年 斷斷續續以為應該忙完,應該忙完 但其實一浪接一浪,我沒有見你停 覺得很好在和很開心 很充實 真的試了很多不同的東西,還有渴望很多東西 這是令我很開心 會不會覺得因為自己盡浪的樣貌 都帶來了一個加分,所以這一行的發展是順利一些 我想每個人可能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些 被人看到的地方 如果這件事是令我多一些機會的 很感謝我的媽媽 馬上倒一桶冷水下來我那裏 即是跟我說你止步 每個人有不同的一些浪費方面 其實都嘗試了一段時間 幕前的工作,廚師都被你做了 接著有拍過劇 一直都有唱歌 其實自己喜歡,是不是都老本行唱歌多些 還是玩一下玩一下,原來整個娛樂圈綜藝都好玩 因為你以前是熟害羞型的 所以你說拍到娛樂圈,唱歌沒問題 因為你出來唱歌 那時張學友出來唱歌都是害羞的 但是如果其他的環節,像中藝 甚至現在就算是拍劇,都要出來做宣傳 害羞就吃虧了 你自己怎樣呢?其實都試了兩年了 你自己覺得,在這個圈的適應度 唱歌你一定適應的 你覺得自己是否真的可以再走多一步 真的好像是全功的一個電視藝人 一開始我也有想過 自己是否合不合去做這些 例如說是綜藝的 因為我真的不是很喜歡說話的一個人 別人很喜歡聊你說話 刀姐又喜歡你,程凱恩又說喜歡你 每個人都喜歡你,道道的姐姐都說喜歡你 因為很多時候我就不知道說什麼好 我的表達能力不是很好 就是喜歡你這種發愁 你看看你的樣子,我相信殺了很多人 現在慢慢要去學習 嘗試去打開自己,說多些話 我比較喜歡聽別人說話 我覺得從小到大,我比較多的角色是一個聆聽者 之後再去分析個情況給我的朋友 現在去到要我自己主動去說一些東西出來 我就變成好像沒什麼說 但譬如說去玩綜藝 一不說話就吃虧了 會不會現在都要訓練一下自己多說一些東西 現在可能那些gag開始爛爛了 所以我跟著一些,現在Sherman、Felix他們多 那些食字gag又說得多了 終於會說了 令大家開始無眼,開始飄冷漢 你懂得聽就變成懂得說 對,開始適應 但會不會怕公司一直在找自己拍劇 上綜藝 反而遺忘了最重要的,你喜歡那一塊音樂 我想暫時就不怕 因為暫時都自己一直在創作 都在寫著歌 我想都是時間上的分配 剛好這個時候 可能其他工作比較佔用我的時間 可能在電視那邊經常見到你 但其實歌都一直有出的 可能是楊光空氣或其他 我們都聽很多 今次出的這首歌 真真正正正是一首完全派台作品 不關廣告或劇集的事 這首歌說了什麼 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這首歌是一個 講自己過去的一段感情 想帶出的一個訊息 雖然收場可能是不開心 但大家都想跟大家說 It's okay 希望你可以找到屬於你的避風港 這個題材是你自己說要做 還是說收到歌回來 還是說真的有些特別的原因 希望可以帶給大家 這一首歌是題材方面 我想在寫完這首歌之後 即是覺得這首歌的感覺 都蠻適合一個感情上的東西 那我就想想 自己有這個故事想說出來給大家聽 想告訴一些 可能遇到相同的一些情境的人 或者一些現在正在經歷的人 可以有一些共鳴 不要緊 這件事很重要 但是其實有時候這些傷痛很難不要緊 你憑什麼跟別人這樣說呢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放下了 因為當時雖然很不開心 但是現在我的看法 我覺得對方也是一個很感激這個人 在我生命裡面的出現 在那段時間陪伴著我 大家一起成長 大家一起經歷了很多很多事情 所以現在是想跟對方說 It's okay 所以就一直跟鄭敏溝通 詞方面也是很配合 最主題就是這首歌曲 但是整個MV 你又找Sherman幫忙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這麼巧我們一起去紐西蘭 這個我們知道 很多年後會不記得 可能十年後有人問你 為什麼當時跟Sherman在一起 你都在爬頭 為什麼呢 是不是有什麼特別呢 我想我們兩個人 因為在比賽開始 就已經合作了很多 我們都很老友 好像很順理成章 這次的MV也有他出人類主角 因為之前都有拍過幾次MV 其實你們幾個都溝聯到 一起去做過很多不同的 之前有我們兩個自己寫的一首 作的一首歌 我們的早餐 之後又有J2的台歌 明天見不見到你 然後這次第三次 都合作的螢幕老拍檔 對 很有默契 會不會怕自己女朋友生氣 會不會怕 或者他有沒有問過 你跟Sherman有沒有東西 那有 還是不是那麼直接 可能沒有那麼直接 他知道我們沒有東西 那我跟上去就行了 監場 我都想 現在流行不流行 沒有budget 跟公司說 這可能有點困難 不過他都會說 可能看到你和Sherman這麼多 contact 都會不開心 但是他都理解的 這一行 我當然也有assure他的 陪他多一點就可以了 他會投信任的一票 這個我很相信 不過Sherman就一個人 粉絲就很多人 你的粉絲就出名 都熱情的 雖然怪 但是其實都幾癡身的 我都見到 有時候都很大堆 他們都會跟得久 會不會有時候 你跟粉絲之間 都有特別的方法 可以維繫到一個這麼好的關係 特別的方法 因為你其實這麼害羞 不會跟他們的溝通 不會像有一些藝人朋友 真的很厲害 可能說兩句 就已經 哇 粉絲就很開心 但你這麼害羞 尤其是你這行時間 又不長 其實初初建立的時候 其實怎樣可以build up 這一班又聽話 又精靈 又支持你的粉絲 我想 我很慶幸的是 支持我的粉絲 他們都跟我的性格差不多 他們都知道我是什麼 什麼樣 就是什麼 什麼人 我呢 就不 我不是很懂去做一些 哄人的東西 或者一些 假的東西 我表露出來的就是我 很震的 我不知道現在這個情況 要說什麼 我不知道現在要說什麼 就是 每次看到他們 都當大家是朋友 那我 是怎樣 我就是怎樣 所以我想 大家 去追隨的一個 是真的 他們 怎樣說 真人 和他們 認知的人 是一樣的 大家就會可能 追隨得比較 不過現在很有趣的 和以前 我小時候追星不同 我小時候追星 很神秘 因為你真的可能 要在一些 我們叫做八卦雜誌 現在真的沒有 就是那些八卦雜誌 要不就是報紙 可能拍到 哪一個人 曾經在哪間餐廳吃的東西 可能真的慢慢去報 以前是這樣 因為你沒有辦法 透過現在的社交媒體 知道 但現在的星是不同的 像你們這樣 尤其是你們這一代 自己會報行蹤 我今天拍劇 很辛苦 或者怎樣 令到很有趣 我們以前就說 我們出街 要爸爸媽媽安心 所以要報行蹤 現在就是 歌手朋友 藝人朋友 要在自己社交媒體 報行蹤 讓粉絲安心 亦都令到他們 會知道你們的生活多些 反而拉近了一個距離 你們又不會 需要到 可能透過雜誌 或者報紙的訪問 才能告訴他們 某些訊息 好像距離感 是近了 近了很多 但這麼近的距離感 會不會有自己 入行前 你完全自己的事 就是自己的事 現在 他們都可以知道 那麼多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 自己的 privacy 或者自己的時間 少了 其實有時候 當他們是我的一個朋友 有時候想分享 我最近做了什麼 或者想分享 我最近的一些經歷 或者 schedule 一些心情 都可能會放上 社交媒體 令到大家可以了解我多些 或者大家可以 keep updated 有些這樣的感覺 當然自己的 private life 都有自己的 private life 那些就不會分享 那些就跟自己 private的朋友 或者親人 戀愛的朋友 或者 當然 就不需要去放上去 好好的 你的粉絲很開心 你自己懂得報行中 他們現在要尖叫 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繼續跟Asuka聊天 休息回來 繼續音樂昇華的時間 直播室內 有小貓麥卓華 亦都有這位 很帥氣的歌手 Asuka 張慈又在這裡 上來 新城廣播有限公司 和Alfred Mac 麥卓華的 Facebook專頁 都會看到 這一條同步直播 剛才跟你說過 你的首歌 亦都說過 你之前的一些 可能感情上的經歷 然後我們又延伸到一些 你的粉絲朋友 和你之間的接觸 說回你自己的事業 現在星夢完了 到現在 真的剛剛好 就差不多兩年的時間 很快的時間 你其實可能給某些 星夢同學 都快了 會不會給自己一個時間表 希望去到什麼時間 可以在這一圈走到多少 甚至乎我們可能 反過來側面 這樣說 看看我可能幾多歲之前 希望可以做到什麼 如果不是 都要想想 是不是適合這個圈 因為以前 很多朋友都說 要養家 要結婚 很多事情要打算 這一代有機會 可能不用這樣想 你的看法是怎樣 我想 始終都會 對於我來講 家庭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始終都會想這一方面 譬如說我現在 28歲了 之後如果想要 子女的話 小朋友的話 不可以太遲 太遲 但小朋友也要錢 對 但小朋友也要錢 如果我做這一行 可不可以得到 一個金融的支持 或者可不可以得到一個 穩定的家庭 這些都會想的 各位品牌的朋友 大家聽到的話 立刻要支持 ASCAR張慈豪 找回他們的經理人 去談的一些代言 商演 是不是應該要這樣 多點上來 我幫你喊一下 這個是很現實 但其實這個問題 什麼時候開始 都不要說是纏繞 在你的腦海裡有飄過 還是現在其實已經很穩固 現在不算穩固 現在應該是不算穩固 如果我在這一行 我看到的東西 現在其實我還是在一個很 對於未來 不是很清晰的狀態 現在都會猜一下 之後那一年會做什麼 沒有一個很實質的 很安穩的career path 所以都會擔心的 自己的目標當然想這幾年 總之自己是有一個穩定的事業 但這一行的穩定事業 會不會比其他行業更加難去掌握 因為我當辦公室 那你勤力一點 如果你做sales的話 找多點生意 如果你做後勤的 做好一點 我們經常都說 你不要出事 其實可能很好 但做娛樂圈 我很難說 找到好一點的戲演 找一首爆的歌唱 我知道這首歌唱會爆 就未必到你唱了 怎樣可以掌握到 掌握不到 其實這一行的風險和回報 風險很高 但回報都可以很高 但同時間都可以很低 所以你必須要熱愛這件事 而我很幸運 我很喜歡寫歌 我很喜歡唱歌 我很喜歡去演戲 令我有這個動力去繼續走下去 當然我也很幸運 可能不用馬上說 我要賺很多錢去養家人 希望可以盡快找到自己的路 不過這段是真的幸運 我也覺得沒有了一個家庭的即時壓力 有些歌手朋友都說沒有了家庭的壓力 後來他都會更正 沒有一個即時的壓力 始終就像你所說 那你都想著自己會有一個家庭 不說那麼遠 說近一點 那今年你自己的打算 你自己也會寫歌 你現在又寫歌給自己 會不會都想著 出多少首歌 拿著穩打穩擇的歌 希望可以主打 讓今年都有一些代表作就出來了 當然上了 今年現在release了也有兩首 黑色素 還有這一首《傻瓜不要緊》 完全是兩個不同風格 一個是很Edgy的 比較偏滿一點點 但是很刺激的 今次這首是比較抒情一點 帶路一點的情歌 接下來我又想寫著一首是開心一點 輕快一點 三首完全不同風格 任君選擇 總有一首歌迷朋友會喜歡 不過我相信你的歌迷就三首都喜歡 不過有時我經常都說 剛才我也是這樣說 你都很難估計 究竟市場哪一首歌 是會很受落 有時真的很有趣 可能第一次聽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是什麼 但是聽聽一下 大家都會喜歡 反而你覺得這首歌可以了 是這首了 最後他又跑不去 我會覺得有時都是那句 越勤力應該收獲的機率就越高 是的 你不去做 你是永遠沒有可能 但是你做了 你起碼有一個 雖然不是每次都會成功 但是你起碼有這個機會 所以好像你這樣 我知道你又趕著回去拍戲了 我就不阻礙你 希望你繼續勤力 不過記得看著自己的身體 這個時間我們一起聽聽 傻瓜不要緊 今天再一次 多謝Ascar 張慈祐 多謝